主料,滴净面粉200克,黄油90克,红糖20克,糖粉30克,蛋液50克,辅量,生姜粉1分之1小吃,香草精数低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将红糖过扇入室温,下软化的黄油中,用打蛋器将黄油打放,待看不到红糖颗粒后倒入糖粉,搅打均匀,分次加入蛋液。 搅打均匀,注意每次都要等蛋液,完全融入黄油中再加入下一次,滴入香草精,搅打均匀,搅入低筋面粉和生姜粉的混合物,切拌均匀后揉成光滑的面团,用保鲜膜包烤后,放入冰箱冷藏约30分钟,吃几克水果糖切碎,备用,将面团放在保鲜膜上擀成厚度约3毫米的偏壮,用模具压出各种饼干图案, 放入铺了一层油布的烤盘中,用小号表花嘴的尾部,在饼干中央压出圆洞,如需要玄化则用小号圆形表花嘴头部压出小洞,在中央圆洞处放入适量水果糖,将烤盘送入月热好的烤箱中下层,以180度烘烤约10分钟,注入后放凉再从烤盘内取出, 我可以说第一盘,烤的时候中间放的糖量没掌握好吗?烹饪技巧,一通常红糖内会含有很多杂质颗粒,所以这里先或筛再使用,二先把可好外形的饼干放入烤盘中,再去压出中央的圆洞,会比较容易操作,因为挪动过程中圆洞容易变形,三圆洞中放入水果糖的量需要掌握好, 融化后能勃勃的在圆洞中铺满就可以了,放多了就会变得像我图片中那样的了,似刚刚出炉的饼干,中央圆洞处的水果糖还是液态的,等饼干爆凉就会凝固,这时取出就会和饼干成为一体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